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 比起什么话都敢说的客情 同为七星 还是宁光更像一位典型的商人 虽然亲切 但你无法确定他是百分之百的真诚 嗯 他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全靠自己 这样的人物必定有其超凡之处 我听说 不断扩建的群玉阁正是他志向的体现 是他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东西 哪怕放弃天权之位 他也不会放弃群玉阁 群玉阁是第二位 那排第一位的呢 当然是摩拉了 对了 他找我们说的最多的事 是关于群人众的 他说帝君遇害 群人众历来如此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嗯 不论群人众在图谋什么 总之 与他们打交道时 说起来 迪华周也有送仙点一药用的东西吗 对 我们今天要找的 是野生的琉璃百合 琉璃百合 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啊 明明 对了 我记得我们遇到平姥姥的时候 他就在看花 不 不 那都是人工培育的 并不合用 琉璃百合曾经大量生长在迪华周 是一种欢心的花 会离陌生战争前 迪华周还是片陆地 是战争引来山崩 才让这里被大水淹没 变为湿地 令琉璃百合 现在 城里还保留了一些人工培育的品类 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其实野生琉璃百合 还没完全灭 这种琉璃百合 香气浓郁 碾成粉末以后 放在永生香的香炉里 才是完整的送仙传统 不过 想采这种花 还需要你的帮助 没错 你的歌声一定能让花的香味提升到极致 呃 你唱歌的水平怎么样 是吗 有点不信 效果如何 一事便知 飞 比跑快吧 是时候一盏歌好了 加油 燃開 膽量的游放 这点不意思 那些花突然跳起来 她好像就酌了 难道是甚至 因为你唱的是魔物學之風 卖吗 起功了 仰慕風 打扁了還多了就喝了 死活退氣 任何人不慢 他們根本不是琉璃百合 琉璃百合怎麼會打人 這是一種叫做片片花的魔物 這些花瓣 有點意思 用於偽裝的琉璃百合 與片片花一起埋了太久 反倒成了極好的藥材 還有這種好事 那 很遺憾 不能 蛤 怎麼這樣 請問 你們是在找琉璃百合嗎 蛤 是你 糟糕 想不起名字 你好 旅行者 沒想到你還記得我的名字 說起來 二位的群玉閣之行 感受如何 因為你沒告訴我們怎麼上去 所以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找到路呢 呃 呃 呃 我 我 我沒說嗎 我們靠自己打聽來的 是 是的呢 完了 我竟然忘記說了 嗯 感覺甘雨臉色不太對勁的樣子 而且比起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連氣質也不太一樣 啊 因為那時是天全新使者的身份 但現在只是在看花 看花 為什麼不在城裡看 也要跑到這種地方來呢 啊 玉京台是帝君逝去之地 在那裡看花 是很令人寂寞的 最近這幾天 我在玉京台附近辦公時 都會把窗戶關上 呃 對不起 我不該提起這個話題 不 是我自己沒能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兩千年前 魔神戰爭結束 最初的七神曾在裏月相聚 與帝君對影 而今神位更迭 酒會上的七神 已是武神 是的 既然帝君魂歸高天 那最初的七神 就只剩蒙德的八百 其餘五位 包括到期的那位雷電將軍 都以現今的陳世期執政 敘迷的草之神最年輕 只有五百歲 而言我 所以 三千七百年歷史的裏月 從建立之初 就已是帝君統治 那麼 你對這場辭刑有何看法 欸 突然這麼 啊 作為人 我至今也無法想像 失去了帝君的裏月 但作為仙 我想 我遲早還是會接受事實的 蛤 你說 作為仙 我 我是人類與麒麟的混血 有一半仙人的血統 在魔神戰爭時 也為帝君 為裏月出過一份力 戰爭終結以後 我與帝君簽下契約 開始擔任歷代七星的秘書 就這樣 一直到了今天 還是聊些其他的吧 你們剛才說 是來找琉璃百合 我也知道野生琉璃百合所藏 那就恭敬不如此 欸 那你在之前唱過歌了嗎 是的 這種傳統 我自然也很清楚 請放心 哇 你也很內行呢 謝謝 不 是我該感謝你們 若不是這次偶遇 我也沒想到 自己能為慈行久遠之去的儀式 我該回去工作了 祝你們一切順利 這樣一來 宋仙典以所需的各種籌備 基本都完成了 摘花這件事在各種意義上都很方便 做起來沒有困難 嗯 她要是在裏月做生意的話 應該會很享受創業的事 呵呵 我也確實有過那種日子 創業 開荒 萬事開頭難 投注的情感也多 等到一切運轉如常 久而久之 情感就會逐漸磨損 磨損得多了 就要重新審視自己 若不小心處理 靈魂就會留下裂紋 看吧 這種語氣一聽就是過 好啦 既然事情都搞定了 呃 出什麼事啦 怎麼城門口有這麼多千顏局 還有愚人咒 哈 是往生堂的克星 鍾黎先生吧 千顏君正在對我們顏家監視 現在是非常時期 你可別輕舉妄動 哦 非常時期 絕雲間的仙人終於動身了 他們此來恐怕來意不善 是為興師問罪嗎 多半是這樣 聽說七星中的幾位 早早地帶人前去迎接 哼 說是迎接 不如說 想要把仙人阻攔在城外吧 但雙方態度都很強硬 一時陷入了僵局 事情走到這一步 也是必然 仙人不認七星 只認與炎神的契約 如果他們決定強攻 這離岳港恐怕是擋不住的 但離岳七星也不是坐以待避的人 哼 誰不知道他們態度強硬 但就因為這樣 人和仙的矛盾才會移出即方 然後呢 怎麼愚人眾反倒成了眾矢之地 哼 還不是因為那個凝光 說什麼 在這山雨欲來的時刻 要千顏君徹底控制愚人眾的動性 現在才想起來要限制我們的行動 七星也不過如此 總之 忠利先生 你是公子大人的合作者 你的態度也有一半是我們的態度 可別讓人抓到把柄 看來 離岳港裡的各種矛盾 都已經徹底達到極限了 你的意思是 想要憑特殊的忠利身份出面調解 還是想要靠你個人的武力改變某些平 這兩條路恐怕都不 哦 對了 忠利先生 我聽說你們往生堂好像也被捲進了衝突裡 正在與找上門來的官軍對峙呢 這可不妙 我得先走一步去往生堂看看了 希望胡堂主暫時應付得來 可別鬧出什麼大亂 旅者 你也再思考一下吧 在我看來 想要阻止一觸即發的爆炸 不如先想想 隱性在哪兒 當愚人種的道商朋友 所以 剛才忠利說的隱性 是指什麼 原來如此 我 我好像也明白了 這傢伙一定是趁著所有人都沒空管他的時候 可是 現在該到哪裡找他 在所有混亂都變得特別混亂的時候 他會去哪裡呢 IPA加上熟 IPA加上熟 我會被困航 我會選擇 不妙犯 飞 逼跑快吧 飞 逼跑快吧 飞 逼跑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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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就是黄金屋 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期盼了 没想到里面更加豪华 而且 而且满地都是摩拉 既然整个提瓦特的摩拉 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 那 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 都很不容易被发现 原来是幼儿室陷阱 好险好险 幸亏有你提醒 但就算不能拿 近距离看看应该没 可以的话 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 有摩拉 哦 对了 对了 正是要紧 这里 是不是太安静了 嘿 你看 那是什么 呃 感觉情况 好 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 线族法退有没有异常吧 飞 逼跑快吧 作为引路人 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 为什么还要来自找麻烦 啊 是谁 如果你们是愚人众 或许能够拿到一笔 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 但可惜现在 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碍事者而已 虽然感谢你们让我没怎么费功夫 就找到了这藏匿之锁 但现在想要阻止我 哼 还是别白白 哼 不惜停止摩拉的铸造 也要隐藏先祖法退 七星还真是下了血本呢 原 原来你真的是想要在先祖法退里找出神之心 作为愚人众的十一执行官 必须贯彻兵之女皇的意志 女皇想要 我们就来娶 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 而是谁能阻止我 哼 交易和算计的时间终于全都过去了 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些小手段 不过为了女皇 我可以忍 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单纯的快乐的事 那就是争斗 争斗 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 哈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吧 在蒙德 女士在教堂外冒犯神灵 得手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 她宁愿靠冰雪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 也不想当场与你一战 面对强者她只会优先盘算利益 考虑胜负 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 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向更多 蒙德发生过的事 不会再发生一次 好 那就来试试吧 我不会杀死你 旅行者 我只是想享受战斗的乐趣 你打不赢我 所以不用赢 只要和我一样也享受战斗的乐趣就好 我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 哈哈哈 好吧 既然你也很想玩 那可别让我扫兴啊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展现你的一切吧 与愚人众执行官对战的机会 非常难得 要好好表现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好多刀快 躲躲藏藏 束手不住吧 试试这个 一直拦我 你自己错了 力道尚可 真不像样 这下还不赖 不错不错 确实有变手法 你有这样的实力 怪不得女士也对您有所忌惮 那我也可以尽情发挥了 只是我的尽情 对你来说可能太粗暴了 面对执行官的权能 让我看看 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啊 马拉雅 别这样的搞发哦 琳琳 一脚下 碧碧不住吧 任何任何吧 匀 一起来玩吧 有点本事 不错啊 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 但 也就仅止于此了 哈哈哈哈 想不到 你还藏了一手 居然利用烈士 反而揭起了仙族法腿 别大惊小怪的 像个新兵一样 这种事对九经沙城的人来说 我不是小菜一鞭 那么摩拉克斯的神之心 我就收了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真叫人意外 原来 你才是杰作仙灯的那一个 而你 Möglichkeit 用人吗 这家公子 击胜一点油打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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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查 开始 谁抢心意不得了神之心吧 是行动没有很快 还是说 我们进步的情况 也是故意他们给我的 无论是运营 现在 我们会神之心叫出来吧 我也让你自己摆取 不 不是我们拿的 可以脚下 无处快逃 取风了 伯伯 先火 是 是 是 小櫃子 小櫃子 叶子打尸 随面 一局叶子 别想着头看哟 容易脚下 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也该 冷静下来了 刚才那身魔王武装 对神体的负担果然很大 让我没机会停下来思考 但仔细一想 你们确实没有比我抢先一步 得到神之心的可能性 无论神之心去了哪里 都应该与你们无关吧 是啊 都说了不是我们拿的 旅者 你今天展现出的实力 比女士在蒙德对你的评价更强 这是为什么呢 看你的样子 心里好像是有答案的 唉 但如果是不能对我说的秘密 那我也只能勉强压抑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 哼 有这场战斗我已经很满足了 同样是追求变强的人都是朋友 尽管这种友谊的形式只能是互相争斗 真是奇怪的朋友乖 但现在也不得不暂时搁置之几间的交流 回到我的任务中去了 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 那会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在先祖法退里呢 更进一步地想 先祖法退本身会不会也只是一种障眼法 啊 你是小说 恐怕正是如此 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神 对契约之外的小手段也非常精通呢 唉 这样一来就只能发动备用方案 备用方案 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 因为会波及弱者 说到底 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强的人 对于无聊无趣的弱者 我平常都不 可惜身为愚人种植新冠 是不能对手段挑三解四的 所以 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要唤醒孤云阁下沉睡的魔神 魔神 漩涡之魔神奥塞尔 在魔神战争时 败于炎之魔神摩拉克斯 被炎如果让一位昔日的魔神 去进攻失去了神灵阵守的黎月岗 你们觉得 那位把我们都耍了一通的 炎王帝君大人 还能安稳地躲在 可 可是 魔神战争都结束了两千年 在试试 当然是 已经准备好了唤醒的手段 哇 那是百无尽记录 我 我想起来了 我们确实有发现愚人种在研究它 没错 给你们的那张 只是这场研究的副产物而已 这么多百无禁记录的力量汇集在一起 再加上女皇赐予执行官的力量 暂时解封炎枪镇压之力 也不是什么办法 原本对我来说走到这一步 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 已经很无趣了 也不符合我 不过 一想到不仅是那位阎神 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 师母以待吧 失去神明的国度 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 不过 如果你们也想陪灵月人一起溺死 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 追 追丢了 那家伙 跑得好快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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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路赶路赶得好累 要不是出黄金屋的时候 刚好看到曲玉阁在天上飞 现在还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呢 我们赶上了吗 漩涡之魔神还在海里 还没登陆离月港吧 你们 怎么来了 是仙人们 为什么你们会在曲玉阁上 之前听说你们在和七星吵架 已经吵完了吗 一位 如果你们在和七星吵架 诸位 现在的意思是 当此危难之时 仙人与七星也该暂时放下不和 原来是这样 那么 现在大家的防御 那个漩涡之魔神 只是从这么远的距离稍微看一眼 就觉得呼吸都有点 千元军里有些新兵 已经连战都站不稳了 远古魔神的威亚 看来对普丹正因如此 更不能让那怪物 接近离岳港的平民 好可怕 两千年前的魔神战争 就是在与这样 所以 靠现在在场的七星千元军 加上几位仙人的战力 难解众仙家已经讨论过了 答案是 未必 不会吧 可 你们是守护离岳的仙人 那倒是可以的 此前 龟中纪已逝 让七星动了心思 前去探究 而今 身为龟中纪制造者的本仙 仙家机关 你们凡人能研究出什么 但只要本仙对这老旧能好收加改进 那就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也算是一种仙缘吧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用心龟中纪对抗魔神 在场的诸位仙家 也都能够为 事不宜迟 决战就在此时 开 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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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愚人舟 他们成贵中机来了 三位真军正在操纵归重机 不要让他们被愚人众干扰了 能行动的千颜军 都跟我上 我们也来帮忙 先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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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让我看 你不是那些分本事 开锅了开锅了开锅了 飞逼跑 起锅了 一块剑 让个让个慢 无数的小鞋 由于 由 看不定了 熊 prawn 你 好像 你 好 变得像生 definit 枪法 起疯了 这是什么 漩涡之魔神奥塞尔 那是他的神秘 我很熟悉 你小心动力 我会保护大剑 余仁仲 他们的进攻也变得更急了 胆子不小 此事了结之后 那些治东国的外交官 一个也别想逃 有意角色 打死 让不让过吗 救命啊 救命啊 又来了 鱼人中了好多 我们不要呀 孩子们 想说 还要守不住了吗 嗯 别说藏气的话 收下这个 这是 仙力 你身上发的光 好像在绝晕间的那次 哇 是平冷了我通气过 平冷了好强啊 谁让我们 moved 还给我 那是 你身上 Leg 我已到我 没那么多 别人托到我 我应该不送你开 点撤 开始 麒麟之邪 忽悠你不受奸邪所害 放下被受伤的关系 尽情施展武力吧 我在魔神战争的时候 也是这样做的 呃 原来当你在战争里还有这样的一面 夜叉之名 意味清洁 你 带着我的仙力 试着像我一样奔跑吧 跑得太快啦 绿角下来再打 孩子 你的灵魂强刃 根骨亦是如此 或许 你能同时承受三种先例 会有点疼 轻忍一忍 身影以后 就是预忍了吗 他 和我上不了解 嗯? 啊? 啊? 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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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想逃開哦! 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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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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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心! 沒什麼力啊! 恐怕已經提升到了兵線了! 快點吃, 只要著動入, 後面就沒有更難吧, 是吧? 這些砲砲 打開出一些嗎? 可怕呢? 我們打過大家! 我都会孤雅 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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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aí 大家加油 太则了 那我去这时 温顺不准 下手不住吧 呃 呛 这 好香 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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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诶 此功了 减刹 登上去绿阁的愚人就争大减少 诸位同袍努力 解决完这些人 诸位仙家就能安心对付魔神了 诶 干扰已除 终于无须分心 可以全力示威 有效果啦 就这样压制下去的话 诶 哥 小心些吧 啊 龟中计被毁了 失去她的压制 我们很难继续反击 但群玉阁是最后的屏障了 无论如何 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 我 有另一个方案 凝光小姐的意思是 我要放弃群玉阁 这是何意 我明白了 旅者 请你助力 再会了 过得老友 今日一别 也是为了将来 能有机会重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兵玉阁 而且,我们可不是碰巧在此。 刘云,现不必如此针锋相对。 我曾听说,宁光刚开始学做生意的时候,就已开始用他非常有限的收入来筹备群玉阁的工。 起初,他只有房间大小,而在不断扩建之下,如今,这是他作为商人,作为七星的精神支柱,亦是他本人,群玉阁,为黎月而毁,与他意义重大。 不,这事应该要说,起码可以当作谈判的一枚筹码,才更合我的心意。 多谢这位仙家愿意替我分说两句。 其实,三千七百年,据记载,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守护黎月,直至如今,黎月的山水土地依如磐石般稳固,同千年前别无二致。 可这并不代表,黎月还是三千七百年前的黎月。 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投在这片土地上。 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黎月的方式? 绝无冒犯之意,只是希望各位前辈能再为黎月考虑一次。 居然还以前辈相称。 你们这些七星后生,在我面前…… 今天早上,我还梦见了帝君。 在梦里,我想对他说,我背七星,虽为凡人,同样有契约在身。 我还想告诉帝君,地带七星已经在您指引之下,努力在人类的世界生存下去。 够中…… 但这些我都没说,我只是看着他,直到梦醒。 啊…… 鸣光…… 所谓旁观者卿,你又想说什么? 是呀,那是在蒙德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四封守护与封神紫明之间的故事。 封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因为他觉得,对立只会在双方心中留下伤痕,没有任何好处。 陈氏的七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 你说的,随时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我们身为仙人,总归不该让帮过满个异义相人来…… 好了,宁光刚才不是说,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吗? 诸位仙家,树末将甲昼在身,未能施以全力。 你又是谁? 我是千颜军教头,冯颜,特地来向仙人道谢。 本以为这一战,就是我的最后一战,是诸位仙家出首相,诸位仙家大显神威。 我只是平凡一兵,但我今后,也定会坚守阵线。 咦,大家怎么好像垂头丧的? 你不害怕吗,小…… 畅畅不害怕,因为有千颜军的叔叔们在,又带着神之眼的官显的时候, 大家保护尝尝,平时,大家就做好玩的。 那边的大哥哥,谢谢你保…… 没有办法来。 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毕竟是仙人。 这样啊…… 啊…… 诸位,看吧,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模样。 契约的国度仍然感激仙人,但这么多年来,被我们称作繁民的人们,血脉脆弱。 身与黎月的契约,已鱼千年。 看看周围,我们只不过站在这港口,似乎就感觉…… 问我做事,又不是我领头…… 咦,仙人那边的气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回去吧。 嗯…… 响魔大圣? 哼哼哼哼哼…… 嗯…… 响魔大圣的意思,恐怕……等我摸清这里的全新奇妙…… 算啦…… 不如…… 罢了…… 诸位仙家都同意的话,但仙人离去之后…… 黎月七星是否一手折腾 好了好了 薛月 你这老家伙 别管这么多 一场人线大战的危机 也算是和平是 对了 虽然和平是好事 这场危机的原因 公子放出危机只看我们就消除了 所以阎王爷 这么说的话 那位神灵的死又就 一头雾水 不过最有可能的线